好,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手动调颜色 那手动调颜色的话 你首先这个数字就必须要是可以调整的 那这个数字要怎么样才能调整 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处理 这个数字如果我们需要手动能调的话 第一个要嘛就是用感测器 你可能装一个那个可变电阻可以转 或者是装一个长条形的可变电阻可以推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 我们就要用这一个 这个Squitch的里面的功能 那我们先用这里面的功能 那个零件等我们在讲输入的时候再把它放进来 那所以如果你希望要 这个亮度要能够用手动去控制的话 那这个数字是会变化的 所以我们要用刚刚的概念 我们要去做一个变数 对不对 这变数才能做调整嘛 好 那所以我这个先不要了 所以5号的接角 我就先做一个5号的亮度 这个名称随便你取 中文英文数字都可以 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那等一下点的时候就点5号的亮度 那这亮度等一下我再来做调整 所以同样的道理 6号也要一个6号的亮度 你不能都用同一个 如果你都用同一个变数的话 那三个都点一样的亮度 那就不会变色了 这样懂意思 所以在一个9号的亮度 所以我9号接角我就点9号的亮度 6号接角我就点6号的亮度 然后呢 我要做什么事呢 这边 这个数字本来是固定的 那我如果希望我可以用手动调整的话 我在这个变数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这里有变成一个滑杆的功能 把它变成滑杆 有没有 他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可以调整 你用滑鼠去拉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问题是他最小是0 最大是100 那可是我们刚刚是亮度最大可以到255 所以你再按一次右键 再按一次右键把滑杆设定的最小跟最大改一下 按确定 这样子当你拉到最右边他就会变255 OK 好同样的方式把它处理一下 这样这三个变数就可以都可以调整 那所以我这边程式要做什么呢 程式我只要重复的去点灯就好了 就是只要我预期一点的时候我这边就重复的一直在做点灯的动作 那至于5号要点多亮 看你这里调多大 懂意思吗 好 好所以你看哦 当我执行了之后 好 你看你这里怎么拉 亮度马上就变化 对红色的 绿色的 所以你要混合颜色呢 就自己拉 自己拉 我看这个要拉多亮 这个要拉多亮 颜色就会不同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组合颜色的部分 好来 换你 就是手动组合颜色 就是手动组合颜色的